2020年的时候 有一个很可怕的病毒 全世界封锁关闭 全球陷入恐慌之中 当时很多国家的政府都在比一件事情 就是谁可以更集权 哪个国家可以更独裁 哪个国的人民最听话 哪个国的人民最笨最愚蠢 新冠肺炎的疫情 那个时候我们把严重性在节目上讲出来 我们被骂到臭头 说我们不懂科学 散播谣言 甚至说我们在杀死老人 跟在杀小孩 其实当时的政府是想要利用感冒独裁 是非常的明显的 这就是说什么 他们叫这些专家教授 会告诉我们说这个病毒很危险 然后一直在变异 名字一直换 什么Delta 什么什么什么的 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如何面对这个病毒 但是另外一方面又一直在说 只要打疫苗 只要戴口罩 只要不出门 只要不上班 只要小孩不上学 一切只要听他们的就好了 因为他们已经有完全的办法可以控制这个疫情了 这个样子的自相矛盾的说法 其实一直到了2024年 一切都变得非常清楚 他们的目的就只是为了要控制美国的选举而已 让川普下台而已 这些专家教授都只是左派政府的走狗 想要集权而已 而且现在就是我们当初是正确的证明越来越多了 而且越来越明显 今天就来看到一个纽约市当时封锁所有纽约人的卫生股长 J.Verma被隐藏式的摄影机拍到 他当时彻底的侵犯了自己他 他自己设定的卫生管理的规定 而且违反了非常严重 这个是来自我最喜欢的保守派的一个YouTube频道 他们现在好像已经不在YouTube上面大肆宣网了 他叫做Steven Crowder 他社局拍下来的这个片段 内容非常的糟糕 很糟糕 如果你的小孩在旁边的话 建议你等一下再看 他其实是他那一位 唯一人命中的工作 如果要做一些方法把煮了灰火 因为住宅家和住宅的人不想吃 我去返回整宅地 我们跟我们一些人家里面 一回是我们家,一辈的同学 那一度到我们下午那次的第一次 我们充满了一位酒店 我们战修搞什么 我们都拿回整一整个酒店 分析了! 我们在一层的锈酒店 我们 clin一个比较 因为我们在第一次饭 我被吻了 就像,每個人都在一起 對,有時也不太關於社群組織 有時也不太關於社群組織 就像是跟朋友在一起 就是這樣,每個人都在一起 就像是2020年的冬季 真正的友谊啊 特别是在一间这个高级的旅馆里面 然后大家都在吃摇头玩 跟其他的毒品 但是我们都躲在这个 华尔街的某条暗像里面的地下舞厅 还是什么的 然后说出来这串话的人 是纽约的医生 他是跟这个变态的市长 Bill de Blasio 把整个城市都封锁 所有的人不能去工作 所有的人失去工作 因为不打疫苗 被开除 只要你不听政令 你就能被人身攻击 而且使用纽约的警察 打压不听话的人 结果自己跟一群 自己的这个在上掌权的朋友们 在开这个近距离接触的 多人 脱光光的性爱趴 我会走到路上 逛街区 你会吃的 你会吃的 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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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想要联织 你会吃的 有什么 人人的 我们的 人都不想 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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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 他们不想 会吃的 所以我們在公開治療程中 會令人很不舒服 不接種疫苗 我沒想到教育會改變你的行為 我只會令人很難做到你的工作 你沒辦法去餐廳 你沒辦法去餐廳 你沒辦法去學校 你沒辦法去接種疫苗 所以那是實際上 有點強制人家嗎? 對 你強制人家 令人很不舒服 OK Say No More 我建議各位去看完整版 如果你聽得懂英文的話 如果台灣有像Steven Crowder 這個樣子的記者的話 我非常建議去拍 有沒有這個樣子 在疫情的時候的官員 就是有跟他類似行為的 台灣的官員 我敢保證一定有 我最記得的就是 世界看好了 台灣人只示範一次 然後台灣的人到現在 還在繼續聽話的概念 就是新冠肺炎還是繼續 這個調查下去真的會越滾越大 我們可以看到台面上的政治人物 這些掌權的人的虛偽的事情 就越來越多 這個就是事實 當時在聖誕節的時候 把你關在家裡 不讓你跟你的家人見面 你阿嬤在醫院裡 你不能見他最後一面 你不能探望他 人死了之後 他們禁止你去火葬場 不准你掉進你的家人的那些人 在你在你自己家關監獄的時候 當上海的人被關到 被逼著要跳樓的時候 他們其實根本就沒有在遵守 自己定下來的規定 民主黨 共產黨 民進黨 其實不只是民進黨 我敢保證如果是國民黨掌權的話 應該做法會是一模一樣 因為權力就是會讓人瘋狂 這個是個新聞 但是其實我覺得更重要的 我想討論的不是說 民主黨有多麼的虛偽 這個是不爭的事實 我想要討論的東西 其實是更簡單更易懂 就是我們的政治環境 到底有多腐敗 我們國家的在上掌權 這些管理我們的城市的 全部都是一群濫性成癮 吸了一堆毒品 而且性變態 而且追求是一堆可怕又噁心 讓人徹底跌倒的噁心的罪 沒有錯 他們不是基督徒 他們不相信神 沒有錯 他們沒有讀聖經 所以說我們應該要寬容 我們應該要原諒用愛來感化他們 沒有錯 他們跟我們一樣 不用說跟我們一樣 保羅自己也說 就是喔 我知道在我裡頭 就是我就是在肉體之中 沒有良善 因為勵志為善由得我 只是行出來由不得我 他們做不到自己說的 跟保羅一樣 但是他們真的是 豬狗不如啊 他們完全沒有任何自制的能力 他們就讓自己的欲望完全掌控自己 完全沒有任何理性的思考的能力 所以只要是這個樣子的人 繼續在我們的國家掌權 他們就會持續的 他們的性變態的欲望 放在我們的社會當中 我們的政府 還有我們的生活裡面 真的是非常噁心 真的是奇葩到一個不OK 最奇怪就是 其實應該是管理整個 紐約新冠肺炎的衛生股長 在那個地方說 哎呀 性愛怕呀 我跟我的朋友都全裸 肌膚之親 我們都在課搖頭玩 還有那個 什麼什麼毛利 我根本不知道那是什麼 什麼毒品 然後全紐約的人 都因為他的政策 被關在家裡 封鎖防疫 更誇張的地方就是 他們在那邊說就是 對我們在一個地下的舞廳 你這感覺實在是太好了 因為我已經一年 還是一年半都沒有這樣做了 等一下我 你是在說 在一個地下的性愛怕 最奇特的地方就是你 這12個月 18個月都沒有這樣子搞過了 你之前是多長去那樣子的地方 你之前是這樣的性愛怕是 多長在你人生當中發生啊 這些在上掌權的 這些控制我們能不能去看 死去的親人的 這些專家 教授 最聰明的這些人 他們到底多長去這種 變態的吸毒性愛怕 我還蠻確定 一定比我們多 我敢保證 比我們愛報島 所有定位的這個這個 18000人加起來都還要多 當然因為我相信我們的觀眾 應該沒有任何一個觀眾去過那個樣子 地方啊 或者是試過那樣子的東西啊 那這些在上掌權的 我們看到的其實非常非常多 多到我們的新聞 基本上根本跟不上 例如像什麼那個P Diddy 還有那個Jeffrey Epstein 我記得以前那個一週刊 動不動就什麼大標題 就是啊 哪個哪個明星開心愛怕 哪個哪個政治人物啊 在地下吸毒性愛怕 我現在得到的結論其實只有一個 就是這個世界其實 一點都沒改變 我們看到中國歷史上的什麼 王國之君都是一堆性變態 然後什麼酒吃肉鱗的 吃人肉喝人血的 在聖經裡面 旧約聖經裡面那個掌權的士師 由大跟以色列的王 還有以色列的敵人 王都會做一些很奇怪的性愛怕 然後世界歷史上面 例如像什麼希臘的神 羅馬的皇室 法國的皇室 英國的皇室 會搞出這樣子的誇張的東西 幾乎都只有在上掌權的 而且就跟這個影片的主角 自己都說了就是 對啊 我就是愛做一些很奇怪 而且很噁心的東西啊 但是我還是要上電視 告訴所有的人 他們要封鎖 要關起來 要打疫苗 這些是醫學專家不是嗎 這些不是都來幫助我們 抵抗病毒的不是嗎 那些在告訴我們說 我們要怎麼樣去健康的生活 管理我們的公共衛生的人 然後自己再吸一大堆的毒 然後自己再跟 再去一個多人的性愛怕 然後在裡面說 我已經一年半沒去了 好可憐喔 聖經裡面 列王記上 21章那個地方 就是雅哈王跟拿伯的葡萄園 也是這個樣子 雅哈王想要奪取拿伯的葡萄園 因為那個是拿伯自己種的 自己努力得來的葡萄園 然後耶喜別就策劃 而且做假見證 誣告拿伯 然後最後這個拿伯就被猝死 然後雅哈王也就強制的 奪取了他的葡萄園 薩摩爾記下11章也是 大衛跟八世八的故事也是一樣 一個很棒的王 很有智慧的王 很愛神的王 寫詩篇讚美神的王 不早起工作 然後起來偷看別人洗澡 結果把人家把八世八叫過來 然後讓他懷孕了 而且為了遮蓋自己的罪 讓八世八的老公 烏利亞去前線上戰場 然後戰死 而且跟雅哈王不一樣的是 大衛在道德層面上 對他的人民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但是自己卻還是淫亂 而且還犯了謀殺罪 神罪後懲罰了雅哈王 然後最後他被殺死 而且屍體被狗吃掉 大衛以色列歷史上最重要的君王也是 他雖然活下來了 但是家庭內亂 自己的兒子背叛了他 而且還強暴了他老婆 整個家族毀掉 也就是說在歷史上 還有在聖經裡面的記載 就有非常多在上掌權人的虛偽 而且壓迫人民 自己享樂 而且是很變態的那種享樂 神一定會懲罰這些人 神對這些行為是不容忍 而且不寬容的 而且會透過先知 來警告這些在上掌權者 而且最終親自的 對他們這些人的罪行 實行公益的審判 這其實告訴我們一件事 就是不管人在世上 多麼的享樂 如何的掌權 權力不管多大 最終都必須要面對 神的律法跟神的審判 而且只有真正公益的人 才可以站立得住 也就表示一件事情 就是當我們在上掌權者 淫亂濫用職權的時候 並不代表 我們可以跟他們一起跌倒 他們的人生 常常是可恥的可悲的 他們或許在地上的權力很大 但是跟神相比 其實一點意義都沒有 最重要的是 當我們看到他們敗壞的時候 我們要做的事情 不是嘲笑 然後貶低 而是要了解 這個就是人的天性 這個就是人的罪性 很有可能把權力 交在我們身上的時候 我們手上的時候 我們也非常有可能 甚至一定會變得跟他們一樣 只是我們目前 還沒有這個機會而已 跟他們不同的是 我們有耶穌 耶穌賜給我們重生的自由的生命 我們可以不需要為了自己的欲望 為了自己的私欲而活 而只有當我們為了耶穌而活的時候 當我們為了一個比我們自己更崇高的權力而活的時候 我們才可能變得聖結 才可以戰勝我們的敵人 常常這個敵人就是我們自己 想想看大衛靠著神 他可以輕鬆的戰勝戈利亞 但是卻敗在自己的欲望下面 大衛可以輕鬆的打敗 殲滅非利式人 但是卻阻止不了自己的兒子 背叛自己的王國 大衛可以以一個明君的身份 管理整個猶大 但是卻忍不住 為了滿足自己的虛榮心 來去數算自己的王國裡面的人數 當我們看聖經的時候 特別是看到這些在上掌權的人的故事的時候 我們要看到的還有學習到的是他們的剛強 依靠神跟神親近的時候 我們要如何跟他們學習 而他們犯罪的時候 他們的錯誤 我們要拿來當成我們自己人生當中的警惕 而且要知道 如果我們活的跟我們現在這些無神論在上掌權者的人 一樣的話 就是會變成一個一點意義都沒有的時代 各位可以看到紐約這位醫生 Dr. J. Verma 他的人生可能沒有任何一點是值得我們去學習的 但是各位可以想像一下 你身邊會有多少的父母 會指責這位Dr. J. Verma說 你看他多成功 你看他又上電視 又是名校畢業 又這麼有權利 這麼受人尊敬 你長大以後 要變成那個樣子的人 我們的時代在崇拜什麼 什麼是我們社會當中的英雄 我們就會打造成什麼樣的國家 問題就是拯救我們的是耶穌 還是那位Dr. J. Verma 感謝大家收看 我是伊藤 更多美國情報 請持續關注愛報導 我們下次再見到